一年一度牛车水中秋节灯饰 这个星期五将再次点亮街头 最大型的灯笼高八米 位于新桥路和渝东玄街路口 展现三代同堂欢庆中秋节的温馨情景 记者李一华报道 缤纷多彩的中秋节灯笼展示 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祖父祖母时代的肝膀情怀 重现中秋节的传统习俗 第二部分展示父母一代 在祖务区欢庆中秋节 体现社区凝聚力的场景 最后以这个八米高的最大型灯笼展示 作为最大亮点 跟去年相比应该是今年的有进步 这样看不太出来是中秋主题吧 中秋主题不是太突出 一是有充满中国人 二是做了一些改进 就是这种Q版的风格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今年的中秋节灯饰设计团队 从三月开始筹备 团队成员由34名 年龄介于18到41岁的 莱佛市高等教育学院学生组成 他们特别注重 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 融入现代设计 吸引更多年轻人 去了解中秋节的意义 工作人员星期日晚上就锦罗密鼓为牛车水中秋节的灯笼进行安装 正式的亮灯仪式和开幕典礼 这个星期五在牛车水广场登场 今年的主题是 跨越世代庆中秋 通过三代人庆祝中初节的演变方式 展现深厚的亲情和文化意涵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宜华报道